太阳上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文点评 我是David政经委 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那当然今天我们想谈到的话题 还是要回到美国 那当然看得出来为什么 因为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 实际上影响的不单单只是美国人 而且是全世界 那更中美关系那更是关键 因为不管谁当家 可能中美关系的这个变化也会不同 所以这个也带令大家 特别要关注美国2024总统大选 当然这两天我们看得出来 在共和党 这个特朗普的声势是势如破竹 那从这个德商帝斯的这个退选 跟黑力的这个最后这个拉锯 拉开这个差距拉大 都看得出来 特朗普从回白宫这件事情 似乎已成定局 那当然这为什么呢 因为共和党现在原来一开始的时候 一堆人跟特朗普要争这个共和党的代表权 但是走着走着呢 现在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叫黑力 一个叫特朗普 那黑力要赢过特朗普的概率又很低 好 那3月15号呢 党内初选大概就结束了 那结束之后呢 大概统计一下票数 因为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当中 大概有2389张选票 那特朗普至少如果在那么多州跑完之后 拿到1215票就过半了嘛 对不对 那基本上这是个门槛 那第二 他如果比黑力多 那笃定啊 8月份的时候 党代表大会 那个就是走一个过程啊 然后呢 就正式宣布啊 特朗普代表 我们共和党参加2024总统大选 对不对 那个就已经底定了 那这个就有人要问一句话 这个现在有什么方法 可以阻止特朗普重回白宫 对不对 因为有些人认为啊 这个特朗普是一个乱源嘛 对不对 那在特朗普2016年 当了美国总统之后 这个美国本身分裂 世界局势多变 对不对 这个有人觉得 这个特朗普没有来之前的 世界秩序 世界格局也还好嘛 对不对 特朗普来 搅得这个天翻地覆啊 当时的中美贸易战 如何又如何啊 惩罚性关税啊 怎么样 但是这个 这个我们看外面是觉得说 能不能阻挡 这个特朗普的可能性大不大 但是如果你了解美国人 这个我觉得概率不高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特朗普是一个 这个不知道牌里出牌的人 是一个瞎搞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一天到晚就把人家给file掉啊 但是美国选民啊 最近啊 反应说出一句话 说啊 特朗普直战的时候 我们的通胀是很低的 我们的那个失业率呢 也很低的 我们的利率呢 也很低的 我们的油价也很低的 好了 这个就答案了嘛 这就是答案了嘛 老百姓就那么简单 老百姓不谈国家政治啊 对不对 不谈国际什么 这个 这个外交啊 老百姓谈的什么 吃饱饭 我打工 赚的钱 我能过上一个舒坦的日子 加的上游 对不对 买的起房 吃的了饭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不能满足啊 这个没有用 你看拜登现在啊 什么减学贷 那个美国那么多人 你减那个都是啊 那种精英分子 受高等教育 当时欠的学贷 你减他们的学贷 对不对 跟那个老百姓吃了 吃不上饭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那你说你什么 削减通胀法案 你什么芯片法案 美国人感觉不到啊 美国人感觉到的 现在的都是相反啊 高通胀 高利率 高失业率 对不对 高油价 你想想看 这票怎么投嘛 所以你说 这个回头再看特朗普呢 能不能被阻挡在白宫外面 我觉得概率啊 这么一讲完 就很清楚了嘛 就这么简单 因为投票 就那几个美国人在投嘛 人家那个特朗普好歹啊 在那个2020年选举的时候 人家还拿了7400万票 他输给拜登 是输一点点的 他不是输很多 所以这一次啊 重返白宫的概率啊 直线上升 我想现在住在白宫里面 那个人啊 晚上都不好睡觉了 对不对 现在呢 可能叫做梦啊 做做梦 噩梦啊 那没办法嘛 人家 这个你自己 治理国家表现 就不怎么样嘛 对不对 看起来外交事务上 好像很厉害 甚至现在我都觉得啊 拜登的对华政策啊 是彻底搞乱国际秩序的关键 常常有些人说啊 中国是这个要这个破坏世界秩序 要如何如何啊 要得另立三头啊 怎么样啊 就说中国的崛起嘛 但你回头去看啊 这个不是说我们批评美国政府 拜登的对华政策 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啊 他的任何一个 这个政府都有自己的政策 对华政策 对外政策 但是看起来拜登的这个对华政策啊 真的是糟糕透了啊 你看之前我们昨天还在讲 俄乌冲突 到后面现在受不了尾 准备上谈判桌 拜登掉九万大军 那个北约听他的嘛 对不对 北约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啊 北约的那个最高司令 就是美国将军啊 上将啊 对不对 拜登现在急啊 马上要求北约搞一个军演 九万大军啊 简单说就包围俄罗斯了 这边啊 东义这边全给他包了 怎么样 谈判的时候有筹码啊 所以在今年呢 拜登啊 很急 第一 要收一个烂摊子 对不对 耳乌 第二个 以色列跟内坦尼雅胡 鸟都不鸟的啊 什么什么两国 什么巴勒斯坦建国 门都没有 对不对 你想那个 啪就打脸了 以色列说的不好听啊 要是没有美国撑腰 哪能走到今天 但是内坦尼雅胡 说不理就不理 为什么 我知道你弱了嘛 对不对 我们举个例子啊 不一定很贴切啊 不要对号入座啊 黑社会大哥 对不对 很凶的时候呢 小弟都很乖 当那个大哥年事已高 或是呢 那个影响力下降的时候 小弟就跳出来了 对不对 要取代大哥 现在就这种场面 就这种味道啊 所以啊 这个是美国选举 大家关注的第一个焦点 到底第一 能不能阻挡 这个特朗普啊 这个重回白宫 现在看起来有难 对不对 那第二 这个拜登是不是 国际秩序的乱源 现在看起来 好像还真的是 这个尤其他对华政策 也说的不好听 他对欧政策 中东政策 都有问题嘛 不然那边不会爆雷啊 就是那边呢 这个处理不好 所以爆雷了 对不对 那对华政策呢 现在说实在话 中国还算是 非常的 这个这个低调 尽量把这个事情啊 不要不要恶化 各位想想看南海 那些动作 对不对 这个台海的动作啊 这个东海的动作多了 美国的巡逻机 天天在绕啊 对不对 所以中国还是 能忍就忍 把这个事情啊 在这个节目演唱 我不跟你翻 时候不到 等时候到了 怎么再慢慢算 好 那我们就回头讲 讲讲美国选举啊 美国选举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这个产业啊 你把美国选举 看成一个产业啊 这个靠美国选举 吃饭的人太多了 这个好几层啊 那这个候选人 这个团队 你不用说吗 你要养公关的 这个甚至 连这个怎么讲话的 这个写稿的 这个专家 都要一个群啊 一堆人啊 在写 帮这个候选人写稿子 讲话 对不对 那第二有那种形象专家 譬如说今天呢 你跟农民见面 你要怎么穿衣服 对不对 你跟这个 这个上流社会 好莱坞的明星见面 你要怎么穿衣服 打什么领带 戴什么手表 怎么样 头发怎么梳 有学问的 说当年呢 他们这个讲究到 譬如说你今天啊 跟这个 这个 等于蓝领啊 见面的时候 绝对不能打领带 对不对 也不能穿西装 要穿衬衫 感觉稍稍高一点点就好 不能太高哦 第二 袖子要绵起来 对不对 撸起袖子 那种感觉 对不对 就是我是干活的 我是实干派 我不是那种 坐在办公室 吹空调的 我跟你们一样 打拼的 对不对 接地气 裤子呢 不能穿西装裤 要穿牛仔裤 对不对 白衬衫 就跟这个工人的标配嘛 就那种感觉啊 那那个头发 听说也有这个颜色 如果你要跟好莱坞 这些大明星啊 华尔街的吃饭 这个听说 这个夫人的头发 第一夫人头发 要染成那种金黄色 对不对 代表什么 血统纯正 纯欧衣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上流社会 这种标配 你看那个洋人啊 洋人不都是金头发 洋人有棕色的 有红头发的 各式各样的啊 但是呢 很多这个染法 都喜欢染成金色 为什么 代表血统纯正 这种潜意识啊 在这个西方啊 很多啦 但很多亚洲人 也喜欢染成金头发啊 是就是感觉到 比较酷一点嘛 金毛狮王啊 好吧 那回头讲 这个这种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你跟对方要 对上对口 对口啊 你跟那个农民兄弟 对不对 你那么高贵 登的高跟鞋 第一夫人 然后什么几个在那边 穿着西装革履啊 好像都不能碰一下 我告诉你票拿不到啊 那这个这个团队里面 就要这些人 帮这些这个候选人啊 来设计 那你更不要做广告宣传 各位要知道 在2020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 花了多少钱 这两个党啊 加起来花了 144亿美元啊 144亿是美元啊 花掉了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当中啊 总统呢 跟这个国会啊 是加在一起了啊 那总统的部分呢 两个总统候选人 大概花了66亿 那这个国会部分呢 花了74亿啊 那整体来讲呢 这个花钞票如流水了啊 那最贵的地方 那么144亿 花钱花最多在哪 没错 电视广告啊 就广告 社交网站的广告 什么YouTube的啊 什么Google上面的啦 Facebook上的啦 都要打广告 这个单电视广告是大头了 大概拿到70% 那社交网站也不错啦 拿大概30% 像那个上一届 那个那个叫 谷歌 分了大概分到的广告收入是 5亿5000万美元啊 反正你们候选人来我这打广告 我都欢迎嘛 你要选议员也好啊 众议员参议员也好 你要选总统也好 你选 反正我收钱啊 这个给你们打广告啊 那这个欢迎来 敬畏点名打广告啊 好 那当然回头讲 这个关键在哪 就是看得出来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曝光率越高 得票越高 因为有统计过 砸钱砸得越凶 这个 这个票啊 开得越好 上一届 2020年喔 砸钱 民主党跟共和党 谁砸得多 没错 拜登砸得最多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建立一种新的形象 这个特朗普让美国乱了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要重新 让美国再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所以呢 砸钱啊 广告费啊 电视台啊 砸啊 拼命砸 各种时段 买广告砸 那这个看得出来 美国就是一种 没钱不要玩的东西 所以你看光是在现在 这个 整治共和党 党内初选 各位要知道 这个听说特朗普这边啊 这个里里外外的花销 已经花了将近快要三亿 两亿九千多万花掉了 光是你看两个州的初选 当然要布局啊 有一些什么什么 已经先付出去 两亿九千七百万 黑力花了多少 六千八百一十万 这个德桑蒂斯花了多少 三千七百八十万 这个钞票如流水啊 真的有些人说这个 这个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这个真的你是在美国 如果没钱就不要选 所以前两天有人说德桑蒂斯为什么退选 没错 当然呢 他在第一轮啊 就看得出来呢 这个选的不怎么样嘛 对不对啊 这个稍稍比黑力好一点点啊 排到第二 黑力第三啊 但是为什么退选 关键在哪 募款 没错 没钱不要选 就像当年希拉里啊 这个克林顿啊 的老婆啊 希拉里 他后来会退选 是因为他得罪了华尔街 他要搞第二个 芝加哥的石油啊 拍卖平台 等于是要跟这个华尔街啊 这个叫板 在芝加哥也搞一个 石油就是每天不是有报价吗 他准备在芝加哥支持 也来那么一个 另起如照 这个可得罪华尔街了 对不对 听说他在华尔街募款 都没募到 那你就达不了标啊 他们有一个就指标啊 这个选举有指标的啊 其实选举啊 这募款是有指标的啊 譬如说我们到一月底 我们呢 要募到多少钱 因为我们要选总统嘛 你现在就知道 你要跑多少场 这个餐会 有多少次募款的活动 什么什么啊 大概就要有个指标 不然你不能最后达标的话 你到后面就没子弹了啊 所以呢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这个都有指标的 到达标 那那个可能很早呢 德商帝斯就知道 他一直没达标 因为他基本上啊 原来是这个雷森大啊 这个大家都认为 佛州州长 对不对 年轻45岁 带着美女主播 老婆出来拉票 有人说肯尼迪在世啊 结果呢 一出来以后 他的那种思路啊 什么各种方面啊 他施展不开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黑力一样 有一个最致命的地方啊 他们都是共和党的 理论上都是特朗普 这一边的嘛 这个比较右边的 好 你在这个跟同党同志竞争的时候啊 你不能谈理念 因为我们都靠右啊 因为特朗普很右啊 对不对 那德商帝斯不可能比特朗普更右嘛 那不是变民粹的那个法西斯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又要捏拿啊 这个不能攻击这个特朗普的理念 那能攻击什么呢 就像黑力 说哎呀 特朗普年纪太大了啊 讲话口齿不轻啊 只能打这种 这种很弱的啊 很弱的这个攻势啊 就开不了大炮啊 只能开小枪 对特朗普没伤害啊 对不对 但特朗普的那种右翼路线 民粹有点到民粹去了 他们两个比不上啊 所以啊 这个竞选的很辛苦 募款也很辛苦 讲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讲 对不对 所以德商帝斯是开高走低啊 最后再建下台 准备2028 2028年 这个 我说啊 这一轮错过了 实际上对德商帝斯是巨大挫败 不能说看起来很漂亮啦 这么我支持什么 特朗普进入白宫什么什么 基本上 我觉得德商帝斯啊 2028之前 他已经算是一个摘一个大跟斗 各位可要知道 加州州长纽申在2028 人家是在那磨刀祸祸在等的啊 你前面就看起来不灵了 你已经先拉出来了 摘了一跟斗 又缩回去了 等到2028 你看我怎么宰你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2028啊 这个德商帝斯啊 这个跟纽申啊 这个有拼啊 这个纽申真的是不可低估啊 不可低估啊 好回头就要讲 那现在看共和党这个走势啊 这个现在呢 这个德商帝斯退了 对不对 听说啊 这个共和党内啊 狗腿就出来一堆人啊 表态 说啊 我们对特朗普啊 重回白宫啊 是无比的党是无比的兴奋跟期待啊 与特朗普共事啊 干嘛 抢副总统的位置啊 你说这个人啊 真的是对权力的欲望啊 那是没有止尽的 真的没有止尽的啊 那当然呢 这个很多人就问特朗普说 黑力啊 现在基本上 这个身材还不错 形象啊 主义啊 各方面 跟你能平衡一下 加加分嘛 他会不会成为你的对 这个副手 副手啊 当副总统 那这个特朗普说啊 他以前背叛过我 他也会像啊 他会背叛你们 就像当年背叛我一样 你看 这句话听了就没局了 对不对 他绝对不能找黑力 黑力是很有想法的人 而且黑力啊 现在特朗普骂黑力啊 就是暗示 因为尼奇黑力 听起来是一个 这个西方的名字啊 但尼奇黑力呢 是道道地地的 印度席克族的人 他父母啊 在60年代 移民到美国之后 他在美国啊 这个南卡出生 就他现在当州长的地方 在那出生 那一路当然就是 就美国人了嘛 对不对 但他的血统 还是印度席克族啊 所以这两天啊 特朗普讲话的时候 就经常把 这个等于算 这个尼奇的这个 印度姓啊 就有押韵一样 就带进来啊 一直提起选民 你们不要忘了 他是一个有色人种 他是个印度人 这是一个 但印度社区在美国 很有影响力 但是票数是 一票一票累的啦 对不对 管你是大富翁 还是种田的 都一票 不会说因为你有钱 你就可以投八票吧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钱再多也是一票 所以这个 这个特朗普啊 跟尼奇之间啊 这个搭起来的概率很低啊 因为现在特朗普 声势如破竹 他说句不好听 他带着谁当副手 他都进白宫 他不是说现在 这个气势不够 要一个副手来加分 对不对 那加一加分呢 这个一加一 这个大于就等于二嘛 对不对 好准大于一嘛 好一点 这样子可以进白宫 特朗普不需要 特朗普不需要 所以旁边来了一群狗腿啊 这个一大堆人啊 什么州长啦 这个曾经也表态参选总统的啦 什么这些议员啊 哎呀那种毕恭毕敬 讲话的那种就是简直是啊 好像比对总统讲话 还谦虚啊 你就知道这个政治啊 有时候真恶心啊 所以有人说啊 政治啊就像丛林 对不对 里面都是老虎狮子猛兽啊 如果你觉得你是个小白兔 很单纯 那就不要混政治 对不对 因为呢在政治圈里面呢 捅刀子的不是对手 都是你旁边的人 在捅几刀子 好我想大家都懂 这个就知道 这个从政啊 真的是个不归路啊 好那现在就讲完了 讲完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副手人选之后 看看各位觉得 谁会成为特朗普的副手 副手啊叫备位 有点备位元首嘛 那基本上呢 没事干的 所以一定要找一种就是 最好是没生意的人 特朗普那种 喜欢说的事情的 亲力亲为的 那个绝对不会分一些工作 说交给副手 就连当年欧巴马 找了个这个拜登当副手嘛 对不对 说人家说啊这个 你那么年轻啊 外交事务啊 不够显手我帮你找一个啊 这个老手 外交老手 在国会打滚一辈子的 外交委员会主席啊 拜登参议员啊 这个现在退休了 我们把他拉来啊 当你的这个副总统 就那时候啊 拜登就这样啊 原来在国会都退休回家了 又给来了这个 到白宫干了副总统 他干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那时候啊 习近平要上台了 这个欧巴马说啊 这个中国领导人啊 这个将来 这个习近平上台 不知道他的个性啊 那给你一个任务啊 你去摸摸底啊 跟他吃吃饭 喝喝茶 聊聊天 散散步 那大概我们知道 将来怎么对付中国 这个大概在他的这个 这个副总统任内 最大的一件事情啊 那第二大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关于在伊拉克撤军 撤军是收烂摊子啊 这种事情是吃力不讨好 你要把部队通通调回去 装备存起来 什么这个那个啊 那当时呢 这个就去了 这个副总统就去了 去都政啊 都谁呢 都现在国防部长 奥斯汀 奥斯汀当时也是一个 在一个冷衙门啊 就负责啊 撤军事宜 这个就是收烂摊子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时候两个都是咸鱼嘛 现在都翻身了嘛 那所以他提拔他当国防部长 那就讲回来了啊 那现在呢 这个是谁 当特朗普的副手 那就都不重要了 反正呢 这个组织这个够硬啊 副手就是就放了呢 放了呢就好啊 大概找女性的 有色人种的概率啊 我觉得不高啊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找一个 或许是女性 但是绝对是要够白的 因为他现在走的路线 就是更比上一届 2020年还幼 还幼了一点啊 那当然呢 你不能低估啊 那个选民现在看到 现在的执政的民主党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劲儿真的是摇头啊 对不对 不要说意识形态 吃饱饭这件事情 民主党还没搞定啊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呢 现在看得出来呢 这个黑力呢 这个大家就要问 有没有机会啊 参选代表共和党 或是呢 黑力会退选 黑力会不会退选 黑力不会退选 他不能退选 为什么 各位想想看啊 共和党 如果你是共和党的大佬 大佬啊 那现在呢 这个党里面有两个同志嘛 一个叫特朗普 一个叫黑力 要代表本党 争取2024选总统 那特朗普看起来 代表本党赢的概率很大 这可不是零零碎碎的 一些什么民调啊 一些什么数据啊 是真真实实的初选结果 看得出来呢 特朗普呢 这个把这个拜登给 PK掉的概率啊 还蛮高的 好 但是有个重点 这个特朗普啊 身上背了91个起诉 刑事案的起诉啊 那基本上呢 这个走着走着呢 有没有可能呢 在这个选举投票之前呢 出状况 甚至被判刑 入狱 但是美国法学专家说呢 他进监狱 还是可以选 比如说现在 就是没有判刑啊 现在收押 解刑官啊 或法官觉得说 逃亡之鱼 把你要求收押啊 那有可能啊 那能不能选 还是可以选啊 那当选之后怎么办呢 那就是要可能 一些法官 大法官去释宪啊 唯一有可能 就大法官释宪说 取消当选资格 如果大法官觉得说 这个是不相干的啊 可以 他还有选举资格 因为你没有 赤夺他的这个 选举的权利嘛 对不对啊 他还是可以啊 这个参选啊 那他当了就当了 那这个官呢 这个可以缓刑 等他当完再官啊 这个都可以解释的啊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呢 这个是一个变数 但是万一他真的 被大法官释线说 不行当了 那共和长要有个备胎 备胎是谁 黑利嘛 对不对 现在看得出来呢 这个德桑蒂斯啊 退了 因为德桑蒂斯当年啊 在佛州 2018年参选州长 人家特朗普是力挺啊 力挺到底 对不对 挺他竞选成功 那说的不好听呢 这个也是有 这个贵人嘛 提拔过的贵人 那这时候呢 德桑蒂斯出来 跟贵人竞争啊 那他一看苗头不对 快退 这个也是明智之举啊 对不对 这个留着青山在 不怕没财烧 他州长还干三年啊 好想干嘛 这个佛里达州干好一点 人家会更加支持你啊 因为讲真的 他在佛州的票是没拿到 为什么 因为啊 特朗普就住在佛州 特朗普的魅力啊 把佛州选民票全拿了 你说这个州长干的不是 还要加油吗 对不对 好 所以啊 这个黑利不能退 黑利叫做超级大备胎 他一定要留在那里啊 那就算啊 这个没事啊 但至少呢 这个得是共和党这边啊 人才积极 因为放眼现在看民主党那边啊 空荡荡 空荡荡 好 那我们抓紧时间就要讲到 特朗普现在非常有概率啊 当上美国总统 当然美国总统之后的中美关系啊 会如何发展 大家当然非常的关心啊 那当然现在现阶段啊 我相信中国的外交部门啊 还正在观望美国现在整个选情啊 的变化 但是看得出来呢 中国正在释放一种和缓的气氛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前两天啊 这个美国财政部啊 公布了一个消息 说中国啊 在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啊 这个又加买了到几百亿啊 好像两百多亿吧 又买了两百多亿 听起来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嘛 但是各位要知道 中国在过去七个月 连续抛售美国国债 从一万一千多亿吧 一万一千多亿的美元的美国国债 抛到现在七千多亿 这个回购一 什么一两百 那个就是象征性 表达一下啊 我现在呢 关系在和缓 实际上因为大家都担心嘛 我们节目也特别谈过 所谓的就是特朗普上台说 要把国债武器化这件事 他到时候把你这个国债一动不认啊 这个白条 你他打的白条不认啊 那有可能啊 所以中国现在为什么把从一万多亿的国债 一直抛 抛到七千多亿 当然现在为了缓和这个 因为中美十一月不见了面嘛 好那我再加持一点美国国债 又最近买了一些豆子嘛 大豆进口 可能改天的飞机呢 波音在订两架啊 总之呢就是中国现在是让这个局啊 感觉到中美是和缓的 那观望嘛 到等于今年的十一月五号投票之后 再盘算下一步的这个中美战略 中国该如何应付 因为现在最主要是看美国怎么出招 中国基本上没有去想挑衅美国嘛 说哎呀 现在就已经这个选边站 比如说 如果这个就像那个乌克兰哲联斯基 脑袋不清楚 对不对 现在就开始大骂特朗普 你想想看 等到他这个特朗普真的上台之后 泽连斯基就下台 要不然就泽连斯基知道 他已经干不到十一月五号了 所以呢没关系 现在大骂一下 反正十一月五号之后呢 老子已经不是盖乌克兰总统了 怎么样怎么样 我现在就骂你啊 好所以就这个心态啊 一般来讲任何外国领导人 不太会去介入美国选举啊 发表告见 所以你看中国现在一定是地道道不行啊 都不没什么争设 就是默默的啊 这边多买一点一点啊 象征性的 感觉让这个 这个拜登啊 感觉到中美关系 恒缓这件事情呢 有一点成绩了啊 但仅此而已 那未来的这个观望 事态变化 还要注意 因为可能特朗普上台之后 没有什么印太战略啊 印太战略是花钱的 他不玩了 对不对 他跟小金好得不得了 抽检半岛没事了 那那菲律宾 他可能叫小马可是 别吵了 安静点 就像以前一样都有可能啊 这个做的这个自动 原来的那种就没了 所以你说美国总统选举重不重要啊 好 那当然呢 这个也看得出来欧洲现在也很紧张啊 在观望这个美国选举啊 全世界大家都在看 这个因为在2024年啊 全世界大概70多亿人啊 大概有40亿人 会参加民主投票 各个国家都要投票嘛 那但是最受关注的 就是美国总统搭选了啊 那也看得出来呢 这个美国的政治选举啊 实在是非常的有趣 真的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啊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集收看 我们也希望呢 在选后的美国啊 能让世界更加的和平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也谢谢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谢谢支持 谢谢订阅 也希望各位把经纬点评 分享给您的好朋友啊 前两天呢 我在推特上面 看到好多朋友啊 把经纬点评做了分享啊 那谢谢 谢谢啊 这个有大家支持的 经纬点评才有前进的动力 好吗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共同再见哦 拜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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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